好,现在是2024年 11月6日下午4点钟 我刚刚 新闻已经报导川普 当选了下一届的美国总统 所以 在此 郑重宣布 本人上一个视频预言 费警力当选 完全失准 但 但这也没有关系 这个 谁当选美国总统 对台湾来说 都是怎样 OK 都是OK的啦 都是OK的 那 自从中共那边 税虎地 勤检 挖出来之后 就证明了 也不是说证明啦 就 让大家觉得 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 很多有关于 秦国 秦始皇的 记载呢 都是假的啦 都是假的啦 而且我们也可以推论 不但 有关 秦始皇的 资料是假的 就是 含信 含信 吕后 的这些 资料 也都可能是假的啦 那我上一个视频 已经揭露了 搞清楚了 吕后 真正的身份 就是 秦始皇 的孙女 这个身份 确定了以后 你知道 多么严重吗 这个身份 甚至连中共 当局 都不敢 都不敢去研究 都不敢去 深挖 因为会动摇 整个中国的历史啊 尤其是 大家 追捧的 什么 大汉帝国 神威 患我 大汉 大汉者 虽远必诛 大家朗朗上口 但是你如果 你如果把 吕后真正的身份 公布了之后 这历史要改啦 这个汉朝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可能到现在 中国还是什么 还是大秦帝国啊 大秦帝国 中国的范围 恐怕不是现在这么小而已啊 而且中国可能 也不会历经 清朝末年那种 列强瓜分的厄运啊 为什么 你看清朝 的兵马俑你就知道了啊 到处都是黑科技耶 你就知道 秦始皇那个时候 秦国那个时候 科技有多么高明啊 但是可惜这样 这样的 高科技国家竟然被 大汉帝国 被汉朝给取代 然后 中国就完了 啊 而且我们现在 你 确定了 搞清楚了 吕后真正的身份 是秦始皇的 孙女 你会赫然发现啊 韩信 韩信 跟刘邦的很多 诡异的互动 豁然开朗 你现在终于可以明白说 为什么 韩信 跟刘邦的互动 会这么奇怪 反反复复 韩信 韩信真的被 被历史啊 污蔑了 两千 两千五百多年 韩信 可说 蒙冤 蒙冤了 两千多年 到现在 才让我 帮他洗刷 我姓吕啦 姓韩的 朋友你要感谢我 也可以 韩信 死的冤枉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奇怪的地方 你看 韩信 史记记在说韩信本来是在项羽那边 然后他去了项羽 投到刘邦旗下 然后他却又 他却又 抛弃 刘邦 他又走了 然后说什么 萧和 夜奔 把 韩信追回来 史记这样记在你们会不会觉得韩信这个人 真的是 很不可靠啊 你 你为什么不能 好好在一个地方待下来呢 你 你 你不能说 我来到这个 地方工作 我马上就能够被 上司提拔 然后马上就能够 表 把自己的才能展现出来 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啊 你这么没有耐性吗 你 你刚 抛弃了项羽然后来到 刘邦这边 刘邦 刘邦还没有 用你还没有 一个公司要用人也要有三个月的试用期吧 人家会观察你啊 你就这样 没有耐性就跑走了 所以 史记这种记在对韩信 是不好的 如果 如果以现代 来说公司 如果看到这种 前一个公司他都待没多久就走了 好几 他到好几个 这个职员啊 到好几个公司 都是这种情况 以后 有没有老板会雇用这种员工 没有 你 理律表 投过来看到你 你这种情况 这个老板就不会用这种人啊 不可靠嘛 但真相是什么 真相很简单嘛 韩信 本来在项羽那边工作没有错 但是他突然间知道说 刘邦的老婆 吕后 在那边啊 所以 韩信 跟吕后是亲戚 现在我们已经搞清楚了嘛 韩信 韩信的 韩信是韩国公子嘛 然后你看 然后你看喔 韩信是韩国公子 他是贵族 而韩王他可能 韩信的身份 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韩王的侄子啊 韩王的侄子 而秦始皇 就是韩国公子啊 就是韩国公子啊 秦始皇的爸爸 就是他们的邪统 然后你看 秦始皇灭六国 对哪一个 哪一国的国王 召 这个 被秦始皇 最优待 就是韩国啊 韩国的国王 跟那些贵族竟然 竟然不用离开他们的首都 他们就是继续待在韩国啊 秦始皇 只是把韩国这个国家的名字 把它 换成什么 换成 秦朝帝国的 尹川郡 只是换成尹川郡而已啊 然后 韩国国王跟那些贵族 依然住在 他们以前的王宫里面 过着舒服的 生活 其他 其他五国 有没有这种大狱 完全没有啊 赵王被 被这个 流放到 云梦泽 当然啦 虽然流放到云梦泽 从北边 赵国在北边嘛 流放到 那么水土 水土不合的 云梦泽 但也没有被杀啦 这还好 秦始皇 还算宽大 那 楚王 楚王史记完全没有记在 楚那个楚王的下落 但没有记在 没有记在是 是件好事啦 代表说楚王的下场 有没有被屠杀 没有嘛 你如果被屠杀 那 史记 一定会 会记在嘛 因为屠杀这种事情 就是惨案啊 大家都会流传 那史记 为什么不记在 就是 就是 秦始皇对 楚王 有没有残暴 没有嘛 而史记 他的 目的之一 写史记目的之一 就是要 丑化秦始皇 所以好话他尽量不会记在 好的事情 对秦始皇有利的事情 他尽量不会记在 坏的事情他一定记在 这个 楚王 没有记在 卫国国王 卫国王 卫国国王的王主也有没有被屠杀也没有啊 就是会为平民啊跟 下场大概就是跟楚王一样啊就变成平民 但是有没有像韩国 那么好 还可以居住在原来的 首都 然后 都不用搬走 没有啊 卫王没有这种优待啊 要 要被赶走啊 你被废为平民然后 不能住在原来的 王宫里面啊 通通 通通给我滚蛋啊 就到处去流浪了 只有韩 韩王可以啊跟那个韩国的贵族 那燕王呢燕王更惨 燕王因为曾经派刺客刺杀荆科 那派金科刺杀秦王所以燕王 燕王父子跟燕王跟燕太子丹都被杀了嘛 燕太子丹是燕王自己杀的啦 啊燕王是 秦始皇杀的啦 啊再来 再来最惨的就是齐果啦 齐果姓田的国王 因为他 他篡位嘛 他篡位那个吕氏 而且 他在篡位的时候 篡位之前就刺杀 刺杀跟毒死 好几位 姓吕的齐王嘛 然后 篡位成功之后 又要灭那个吕氏 还是吕氏王主 全部屠杀嘛 所以 所以说 秦始皇 为什么 统一 灭了齐果 然后还要屠杀 田氏 因为田氏以前对吕氏就是这样做啊 他秦始皇完全以牙还牙 这是符合基督教教教育 齐始皇对其他 其他五国有没有像对齐果那样 没有嘛 其他因为其他五国有没有 有没有屠杀吕氏 有没有 对吕氏不好 没有啊 所以就没事嘛 甚至连那个卫国有没有 宝卫的卫啊 卫兵的卫啊 那个卫国 秦始皇连动都没有动他 到了秦始皇死了那个卫国还在耶 卫国 那个婴啊跟那个 韩兆卫的卫 一样 但那个 是不同的国家 卫国是比较小 如果 如果秦始皇要灭掉卫国是易如反掌 但为什么 秦始皇没有 灭掉那个卫国 秦始皇死了卫国还 还在耶 所以说 史书上说秦始皇统一中国 其实还有一个国家没有被被统一 那就是卫国 秦始皇到秦始皇死了 卫国都还在 直到哪个时候 秦二世的时候那个赵高 赵高用 用这个胡亥的名义 一纸 一纸公文啊 就把那个 卫国国王 废为庶民啊 就像那个 韩兆卫那个卫王一样就被废为庶民 到那个时候卫国才亡了 那 那为什么秦始皇没有灭掉卫国 保卫的卫啊 那个卫国 因为 吕不韦就是卫国人啊 吕不韦对 秦国的贡献那么大 所以 这个 秦始皇当然不会灭掉卫国啊 即使你从秦始皇没有灭掉那个卫国 你就可以判断说 史记里面有关 有关这个 秦始皇如何讨厌吕不韦 的这些事情 是真的还假的 假的啦 那 为什么史记要这样写 还写了很多不堪的 什么 吕不韦找来劳爱 甲太监 然后 甲太监还跟 秦始皇的妈妈有染 生了两个小孩子 然后还被 还被这个 秦始皇摔死 两个小孩子就摔死 秦始皇多残忍多残忍 这个可信 这个可信度 我跟你讲 税府地勤检出来的之后啊 税府地勤检出来之后我认为可信度 百分之三十而已啦 百分之三十而已啦 你不要 你不要真的 司马迁写什么你就相信什么 还有其他有关 反正 反正对秦始皇不利的 税府地勤检有的都已经把他推翻了啊 那我们再来看看 韩信还有哪些 被 现在可以被 了解的真相 就是 韩信 知道说 他的亲戚 吕后 就在 刘邦那里 应该不能这样说啦 刘邦 其实那个时候是在谁那里 我们应该反过来说 我们应该说 刘邦 在 吕泽那里啦 因为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说 你看喔 史记也也记载的很清楚 史记怎么说 他说 刘邦 刘邦 用 旅士的钱 就是旅工 旅工给刘邦什么 钱 人 兵马 所有东西 都是旅工 提供的 钱啦 兵马啦 物资啦 都是 旅工的啊 然后 如果以 现在来说 旅工就是 董事长啊 那这个部队是谁的 其实是 董事长的啊 有 你说嘛 如果说现在一个 董事长 他出钱 他 招募员工 然后员工的薪水 都是这个董事长给的 然后 然后他里面有一个主管姓刘 这个董事长姓驴 这个 连这个 连这个刘这个主管也是 也是 也是姓吕的董事长招募来的 找来的嘛 真实的情况 旅工 是不是找 刘邦来 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然后加入 旅工的这个团队 所以 刘邦其实是旅工 如果旅工是董事长 刘邦就是他里面的一个员工啊 但你你你现在你会觉得 你如果冷静给他想一想你会觉得很奇怪 按照实际的说法 旅工不是董事长哎 旅工 旅工是董事长 但董事长要 要听 要听他员工的话 董事长要听员工的话 董事长出钱出力 什么都是董事长出的 结果 结果所有的公司赚的钱 所有的 业绩什么 全部都是这个 这个员工 都变成员工的 这个如果以现在 以现在来说 就是 你这个公司被人家抢 抢走了啊 你这个公司 你这个董事长被架空了嘛 你这个董事长被架空了嘛 然后 公司被别人抢走了嘛 这个 这个很容易理解嘛 哪有说我 钱我出的 什么都我出的 最后天下是你的 这不是很奇怪吗 那 当时韩信 韩信 当时的情况就是他本来在项羽那里 但是后来他听到员工 也组织了一个军队 而员工 跟韩信 就是 亲戚啊 他们是亲戚 秦始皇的祖母 就是 就是这个 秦始皇的祖母 应该也是韩信的祖母 可能是这样 或者说 如果辈分韩信 如果再年轻一点 秦始皇的祖母 那个 韩国公主 可能就是韩信的 曾祖母 而且是直系的哦 因为都姓韩啊 直系的曾祖母 所以说 这个 韩信 跟这个 女工啊 关系其实很亲 这个亲戚其实很亲 然后 所以韩信就怎样 就去投奔 投奔那个 旅工啊 啊旅工 旅工这个团队 现在的 当家的就是旅工的儿 两个儿子嘛 旅哲跟旅士之嘛 所以韩信其实 不是像史记所写的 他不是 他不是刘邦的人 他是旅士之 他是旅哲的人 那为什么后来离开 后来一定是怎样 这个旅哲啊 旅哲 渐渐觉得这个刘邦不大对劲 他有发现 他有发现到 刘邦这个人想要掏空公司啊 这位职员他想要 他想要谋夺这个公司啊 对不对 所以旅哲 旅哲跟旅士之 渐渐渐呢 渐渐跟 跟这个 刘邦 分开来 但是 阿宇说 刘邦 是自己妹妹的 丈夫嘛 所以 还是 还是留了一些部队 给 给这个刘邦 当然啦 刘邦主要 还是向 谁 要求 像他老婆的 爸爸就是旅工要求 所以 所以后来就形成 怎样 三股力量 吕哲 吕哲一个 力量 吕四肢一个力量 还有 刘邦这边一个力量 而 而本来呢 刘邦 而本来韩信 他就是被分到 分到刘邦那边啦 因为 因为 韩信 可能跟吕后关系比较好 我研判啦 韩信跟吕后 可能小时候有一起玩啦 他们就是表姐妹 表兄妹啊 或者是表姐弟啊 我没有去研究韩信年纪是不是比吕后大还是小 假如说 韩信年纪比较小那就是表姐弟的关系嘛 两人年纪差不多所以 韩信本来是在 吕后那边也就是刘邦那边 但他也发现不大对劲了 他觉得说这个 这个刘邦 他渐渐在脱离 旅工的部队啊 他渐渐向水靠拢 他发现 刘邦一直向向羽靠拢 所以韩信就走啦 就逃走啦 那他不是逃走 他跑去 他要跑去 履泽那边 他要跑去履泽那边 不然你说 他到底有哪里可以去啊 而且 而且如果说他真的 韩信真的走了 骑马走了 这个 茫茫大海 中国那么大 你说萧河 萧河在晚上骑着马追出去 能够追到人吗 实际说 哎 萧河夜奔 在晚上 这样 哎 没有手电筒 古时候是没有手电筒的啊 你晚上骑马 你 你没有手电筒 你也不能提灯笼啊 因为那个 骑着马 那风很大 所以是一片乌漆麻黑 而这样子 竟然还能找到韩信 去看着鬼了 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什么 韩信 就是去履泽那里啊 而萧河知不知道 履泽在哪里 当然知道啊 他就直接去 履泽那边 然后跟 跟韩信说 哎呀你这样不告而别 履厚啊 很想念 假如说履厚是表妹好了啦 韩信是表哥 萧河就说 表妹很想你 他一直在说表哥呢表哥去哪里 然后吃不下饭了啦 这样 萧河这样一讲你说韩信会不会心软 他就心软了嘛说好吧不然 好吧我就回去啦 是为了谁回去 为了他的表妹回去 一来是保护表妹 怕表妹被刘邦欺负 刘邦是流氓 所以韩信就 又回来了啦 那 那再来其他有什么怪的 刘邦 刘邦 五十万大军 全军护没 有没有 那个 刘邦啊是不是 拿了吕工的钱 拿了吕工的兵 然后 打了好 好几次 仗 其实这些 这些功劳 都是什么 吕家 吕家军 的功劳啊 都是吕工 出钱出力啊 好啦这个我们就不计较了啦 反正 反正这个 刘备曾经 兵马人数高达五十万然后是不是攻下了蓬城 就是项羽的大本营蓬城 然后刘邦就很高兴在那边大吃大喝 他拥有五十万大军 然后还占领了项羽的 首都 很高兴 但是这个时候项羽 听到了怎样率领三万 三万军队 就 反攻啊 反攻 结果刘邦的五十万大军是不是被 被全军覆没 全军覆没 那五十万大军都鸟寿散了因为这五十万大军的来 的来历就是有的就是 以前那些六国的诸 的诸侯 的那些贵族 所 所率领来的 的军队 然后他们鸟寿散就是 以前六国的那些贵族就各自把他们的部队就带走了嘛 然后史记不是有记载 有些地方史记还是 说了实话啦 他说 刘邦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 然后刘邦 带了少数的人 去投奔谁 投奔履则啊 你看这一则 你看这一个记载你就知道说 履则当时有没有跟刘邦在一起 他们已经分开了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 刘邦 刘邦是刘邦 吕则是吕则 为什么会分开 就是吕则已经发现 刘邦 已经不是当初的刘邦啦 拿了他爸爸的钱 拿了他爸爸的兵 却在搞自己的事业啊 他在搞自己的事业 所以 吕则 吕则 吕世之就离开 刘邦了嘛 但是 刘邦被全军覆没以后 吕则还是 忍不下心来啦 因为毕竟是他妹妹的丈夫嘛 他还是接纳了刘邦啊 而那个时候 韩信没有在 没有在刘邦的阵营里面 刘邦被消灭的时候50万大军 里面有没有韩信 没有啊 韩信在哪里 死记不告诉你的就是 韩信当时已经回到履则 履则的部队之中了啦 知道吗 所以说 其实韩信 韩信后来是属于哪一个部队的 韩信 其实是属于吕家军的 所以说 彭城50万大军里面 没有韩信的部队 没有韩信 这就证明了啊 韩信是谁 已经是属于哪一个部队的 已经是属于吕家军 属于吕则的 然后吕则 这个刘邦已经失败了嘛 50万大军全军覆没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 这个 刘邦 投靠 陈高 那个时候履则在陈高嘛 他就投奔 履则 然后履则 这个时候 就派 派谁 真正派 派韩信去 去河北 收服 赵国 收服 燕国 收服 齐国 是谁 是谁下的命令 是履则啊 你要这样想你才会明白啊 是履则叫韩信去 去打赵国 去打 去打魏国 去打赵国 去打 燕国 去打齐国 去打 中山国 去打代国 那都是水派的任务 都是履则 不然你想想看嘛 韩信不是已经败了吗 他50万大军都被消灭了 他已经 他已经 他已经没有军队了 然后他跑 实际记载很清楚 他跑去 他跑去投奔履则 所以说当时 当时的网是谁 当时的指挥官是履则 不是 不是刘邦 所以有 有资格 有权力 派钱 韩信去 收服 魏国 赵国 燕国 代国 中山国 齐国 的是谁 就是履则嘛 那你 你也可以想象 为什么韩信能够以少胜多 死记 都没有把真相 写出来 死记那样 死记所记载的 我们会 会让人 会让很多人 简直把韩信当作 神童啊 所以说 死记 没有把真相 写清楚 因为死记 为了不 不突出 吕则跟吕士之 不突出 吕士家族啊 所以反而让 韩信变成神童 让他变成什么 军神啊 现在大家都在夸赞 韩信简直是军神 死记怎么记载的说 说这个 说因为五十万大军 刘邦的五十万大军都被消灭了 所以 所以韩信派 那所以刘邦派韩信去收服 为 赵 燕中山代 齐国 有没有给韩信一兵一组 你自己看死记嘛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写说 刘邦 撥给韩信一兵一组 没有 完全没有 死记写得很清楚说 刘邦跟韩信说 你自己去招募士兵 这是什么意思啊 死记 司马迁你到底在写什么 刘邦你如果是一个王 然后你有一个将军 韩信 然后你不给他一兵一组 然后你叫他去 去打那个雄兵 这几个国家加起来雄兵百万 卫国 赵国 带国 中山国 燕国 齐国 全部兵马加起来百万 百万大军 然后 你叫韩信一口六六 然后去收服这些国家 然后韩信还办到了 你现在想起来你一定会觉得说 韩信是外星人啊 他一定有什么外星人的武器啊 才能够一口六六 一个人 然后就把这些 国家都征服了 死记写得很清楚 刘邦没有给他一兵一组 然后叫他自己去招募 然后死记是怎么写的说 有啦韩信真的有招到士兵啊 然后就用这些刚刚招募来的 士兵 就这样把魏国灭亡 把赵国灭亡 把代国灭亡 把 元国灭亡 把齐国灭亡 你相信 你相信 刚刚招募来的士兵 都还没有怎么训练 还没有 作战经验 他们就可以灭掉 以前 雄霸中国的 战国 七雄的 这些贵族所率领的军队 这根本就是神话嘛 所以 所以韩信才会像神一样的存在 但真相是什么 现在我们如果了解 吕后真正的身份 你就会明白 根本就不是这样嘛 这个 韩信有没有带兵去 有 是谁 谁的兵 吕哲 吕士兹的兵 而且 极有可能是 吕哲吕士兹 也一起去 其实是吕哲吕士兹 跟韩信 一起去的啦 然后 怎么收服他们 吕哲吕士兹的兵 一定不会多啦 因为 之前就 很多士兵就 就 就 吕工就把他拨给那个 送给那个 刘邦了嘛 所以 吕哲 吕士兹的兵不会多 但是他的身份怎样 吕哲吕士兹的身份高贵啊 他的身份有没有说服力 有啊 吕哲 吕哲 到了魏国 他 他怎么跟魏王讲的 他就拿出 或者说让他们看看 吕哲 吕哲的马车是什么 马车 就是后来 考古学家 在那个 吕哲的儿子 坟墓挖出来的 黄金马车嘛 当时吕哲 做的就是黄金马车啊 黄金马车 开到前线去 魏国 魏国国王 率领大军 本来是想要作战的 结果他们看到 带领 前面那个带领的 带头的 竟然乘坐的是黄金马车 魏王一看到就吓到了 这是秦始皇的马车啊 这是皇家马车啊 他们以前魏王 他们魏王 赵王 齐王 延王 他们以前 都已经是被秦始皇 打败 是秦始皇的手下 伴将 而且他们都已经 早就已经宣誓 怎样 效忠 秦始皇啊 让秦始皇统一中国 他们都曾经宣誓过啊 所以说吕哲 黄金马车一出现 他跟魏王 魏报 魏王叫做魏报 他跟魏报说什么 他说 我是秦始皇的孙子 你们看 我的黄金马车 你们就明白了 搞不好吕哲 还有九龙玉玺哦 搞不好秦始皇的九龙玉玺 其实是在谁身上 是在吕哲身上 好 假设说 不管那个 有没有九龙玉玺 单单那个秦始皇的 黄金马车 就可以证明了 因为 没有人有这种马车啦 而且是黄金的 镀金的 这个 只有秦始皇皇主才有 所以魏王 马上 一定是怎样 马上下马 然后 屁颠屁颠的 跪在旅者的前面 然后说 曾该死 曾斗胆 曾不知道 秦始皇的 孙子还在人间啦 我们都以为说 赵高已经杀光了 秦始皇的所有的儿子 其实 其实谁造的谣 一定是 项羽跟刘邦他们造的谣 他们到处去造谣说 赵高已经把秦始皇的所有 33个儿女全部杀光了啦 这一定是 我想一定是刘邦去造谣的啦 刘邦造这个谣 所以 各路诸侯都以为说 秦始皇已经 绝种啦 他没有后代啦 那这样就变成什么 群龙无首啊 而且 这个遥远里面包括什么 胡书也死啦 胡书死了可能不是遥远了 可能真的死了 然后 其他 其他的王子也都死了 这样就变成什么 就天下 群龙无首了 完全没有人可以来取代秦始皇的 地位啊 所以大家都起来称王啊 就变成天下大乱了 这是谁想要看到的 这是刘邦想要看到的 所以就造这个谣 结果现在 吕哲 竟然乘坐黄金马车出现 魏王就吓到了啊 而且很感动很激动啊 说啊原来秦始皇还有后代 他的孙子就在我前面 所以就投降了嘛 所以 这个就是史记所说的 刘邦没有给韩信一兵一卒 他也能打赢 真相其实不是 不是没有一兵一卒还能打赢啊 就是吕哲 黄金马车 然后韩信就站在 韩信也坐马车 可能也坐马车 或者跟 跟吕哲同马车也不一定啊 韩信就在旁边啊 就这样 是不是收府 卫报了卫报就投降了嘛 然后下一站 下一站就到赵国啊 一样啊 黄金马车又来了赵王张额 一看 奇怪为什么那么亮啊闪亮亮 闪亮亮闪亮亮然后 走进一看哇 是秦始皇的黄金马车张额也怎样 马上下跪啊 马上跪在吕哲前面说 陈斗胆 陈 吴知 不知道秦始皇的孙子 还在人世间 陈 陈 马上 归还降印 陈服于 秦始皇的孙子 吕哲 就这样赵国也收 也收府啦 不然你说韩信没有一兵一组能 能收府赵国那么大的国家 开什么玩笑 其实史记这样写 其实本来就很不合理了 但大家也相信 然后赵国就臣服了嘛 然后 剩下那个 小国 代国跟中山国 也当然也跟着 也跟着臣服啊 再来 再来就严国 严国也一样嘛 严国看到黄金马车也知道 这是秦始皇的 黄金马车也跪下来 就投降了嘛 将严国也收府了 就只有齐国 齐国可能就真的要用兵啦 因为 因为秦始皇当年有下令屠杀 下令屠杀 齐国的田氏嘛 田氏 田氏是六国里面唯一跟 姓吕的秦始皇有深仇大恨的 因为那个田氏当年篡位的时候 杀了很多姓吕的国王 而且 最后还下令所有姓吕的 王主呢 一律屠杀 所以杀了很多姓吕的 这个秦始皇恨得牙痒痒的 所以说秦始皇统一六国 唯一 唯一追杀的就 就齐国姓田的 所以说 这个时候 韩信就真的 真的登场了啦 真的登场了 而且 而韩信现在 手下有多少兵了 好多兵喔 有 有魏国的兵 魏国二十万大军来了 还有 赵国四十万大军也有了 然后还有 小国 带国 中山国 还有燕国 这些兵加起来 韩信已经 有八十万大军了 韩信有八十万大军 而齐国有五十万大军 势均立敌了啦 八十万甚至比齐国的五十万还要多啊 所以 韩信就在这个时候大显身手 结果谁又来搅局 来搅局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刘邦啊 他不是拍了一个 死臣 什么 李时起的 这就搅局 还好后来 后来没有搅局成功 齐国还是被刘邦给攻下来了啦 但是这个时候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 史记 史记怎么写的 他说 史记写说 刘邦啊 刘邦渡过黄河到赵国 然后 趁韩信睡觉的时候 竟然去把韩信的匠印给偷来了 所以刘邦就重新掌握兵权 你们相信吗 你们相信史记这样写吗 刘邦可以 可以 潜入大帅 大帅的 房间然后去把印信偷出来 这是不可能的啊 韩信是大元帅 大元帅 大元帅的 房子外面 一定是 好多士兵在防守啊 好多士兵在防守 而那个时候 而那个时候刘邦是 才刚刚被 向羽消灭50万大军全军覆没 他根本就没什么兵马 他能不能用武力 来 硬闯入 韩信的 军营里面 然后还直闯 直闯 直闯袁绍 你要闯入 韩信的 军营里面 然后还要 你要过好几个关卡 你才能够到元帅睡觉的地方 你还要把元帅的这些 所谓全部 摆平了 你才能够 去把他的 把他的降印夺过来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啦 唯一可能的情形是怎样 刘邦 带着 他的老婆吕后 去 因为他是不是投靠那个 投靠吕哲 就是吕后的哥哥吕哲 然后 刘邦就趁 趁那个吕哲睡觉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率印是在谁那里 是在吕哲那里 不是在韩信那里 韩信他已经在 黄河北岸了 他已经在收服那些 魏国赵国 他已经在前线了 你要怎么去前线 去找到韩信 这是有困难度 但是 能不能找到吕哲可以呀 吕哲 吕哲他 他一定后来 他不会在那么前线嘛 吕哲 吕哲是 新的盟主啊 新的 新的主人啊 他不会 在最前线 而他已经收容了 刘邦了嘛 史记写得很清楚 说刘邦 被打败全心呼没 他就是去投靠吕哲 所以当时刘邦在谁那里 在吕哲那里 然后他就趁 趁吕哲睡觉的时候 把吕哲的降硬怎样 抢走了 甚至我们可以判断什么 吕哲 就在那个时候 死的啦 因为史记 史记完全没有说吕哲是怎么战死的 就突然之间 吕哲就死了 吕哲死的不明不白 到底怎么死的 史记完全没有说 就英年早逝啊 很年轻就死了 是谁杀的 就是刘邦杀的嘛 刘邦为了要去夺那个匠印有没有 他就把吕哲给杀了 然后把谁 可能 吕后可能不知道啦 假如说吕后有怀疑 我甚至觉得 吕后其实一直被谁软禁 吕后一直被 刘邦软禁 但是 刘邦不敢杀吕后 因为吕后 还有没有利用价值 有 你要利用 你要叫得动韩信 你就要绑架谁 你就要绑架 吕后嘛 因为吕后 吕后是跟韩信是亲戚 韩信 就是可能叫吕后表妹嘛 他很喜欢这个表妹嘛 他要保护这个表妹 那现在 现在 刘邦杀了吕哲 可能吕世芝也被杀了啦 两个兄弟都被刘邦杀了 你说有没有可能啦 你说一个本来有50万大军的人 然后被刘邦 被项羽完全全军覆没 然后 已经没有军队的刘邦要怎么东三代再起 就是抢别人的兵啊 再去抢谁的 抢吕哲吕世芝的兵啊 而要怎样才能抢 吕哲吕世芝的兵 用吕后嘛 用这个亲戚关系 让吕在吕哲吕世芝 完全没有戒备的时候 他可能用毒 他刘邦只要在食物 食物里面下毒一次就可以把两个兄弟解决啊 所以他可能不是用刺杀的就是放毒啊 放毒然后 对外宣称 吕哲吕世芝 生病 已经病死了 那些吕哲吕世芝的士兵 根本不知道真相嘛 以为说真的就病死了 作战都是很辛劳的很辛苦啊 他士兵都相信 然后现在大家 吕哲吕世芝的这些士兵现在 两个组织都死了 现在唯一能够投靠的是谁 就是 吕后 吕后的丈夫啊 这也算是半个吕家人嘛 所以吕哲吕世芝的士兵 的部队 就这样被 刘邦给接收了 所以刘邦50万大军全军覆没 他现在又有兵了 他的兵是怎么来的 就是杀了 吕哲吕世芝夺取兵权 所以史记上面所写的 趁韩信睡觉的时候 偷拿印信 而且你看史记那种记载 就完全不可能 实际怎么记载的 说 刘邦 夜奔三百里 一夜骑着马 连奔 一夜 狂奔三百里 然后 狂奔三百里在 完全 韩信完全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之下 刘邦就好像隐行人 所有士兵完全 卫兵什么都没有看到 都没有看到刘邦 他就是隐行人 然后突然间 刘邦就出现在 韩信的房间 然后 就把韩信的 匠印给夺走了 拿走了 你们相信吗 而且 好啦 假如说你真的把将印夺走了啦 你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光棍的 你都没有兵了 如果韩信 韩信不理你呢 也可以啊 韩信可以不理你啊 你 你都兵都没有了嘛 现在韩信 手下 有没有卫兵 有没有造兵 有啊 都在他旗下 他已经有六十万大军了啊 他何必听你的 但是如果说 刘邦真正 夺取的兵权 是谁的兵权 是吕泽 吕世芝的兵权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真相可能就是这样 因为 史记完全没有记在 吕泽吕世芝死亡的真相 他们就是莫名其妙就死了啦 莫名其妙就死了 然后 然后这个刘邦又复活了 神奇啊 趁韩信睡觉 隐行人然后拿到印 降印 根本就是神话嘛 那现在你了解真相了 真相就是 就是那个 吕泽吕世芝 可能在睡梦中被刘邦刺杀死了 然后 就降印 帅印被夺走了 然后 吕后被软禁了 然后 韩信可能觉得 奇怪 吕泽吕世芝怎么突然间死了 他有怀疑 但是 刘邦怕不怕 不怕 你要听话 你不听话 我就把吕后杀了 吕家人 唯一的 幸存者 吕后 就在我手上 你不听话 我就让你死 我就让吕后死 所以韩信要不要听话 听话 听话所以 韩信就去 攻打齐果 打下齐果之后 像刘邦说 我 我要当甲齐王 你看史记怎么记在的 韩信说要当甲齐王 刘邦气得要死 你有必要弃成这样吗 他弃成这样就是代表什么 韩信根本不是他的人 你有看到 英部 彭越 还有周伯 他们要称王的时候 刘邦有弃成那样吗 没有 刘邦很高兴 听来说 彭越你要 你要当彭成王OK 英部你要当九江王OK 吴瑞你要当长沙王OK 然后这个 鲁欢 你要当燕王OK 然后这个 章额 不知道谁当 后来 后来像章额章额当灶王OK No problem 每一个 每一个 刘邦的将领 要当 当王 刘邦都OK 那为什么韩信他就不OK 生那么多的气 因为韩信根本就不是他的兵 他的人 不是他的人 他是谁的人 他是屡泽屡四支 的人 而现在 韩信已经知道 吕泽屡四支 已经死了 而且 而且当时 谁就在吕泽屡四支的 旁边 就是刘邦啊 所以 凶手是谁 不明 不明自白啊 凶手是谁 就是刘邦嘛 吕泽屡四支好心收容领领 五十万大军前军覆没 人家好心收容领 然后你 你却把人家给杀了 然后夺取人家的兵权 夺取人家的天下 这个韩信 韩信 韩信当然不服啊 但不服没有办法 吕厚被 被绑架了嘛 最后怎样 韩信只好乖乖的 打仗 最后怎样 打赢了 打赢了 这个时候吕厚还是 还是被 被那个 刘邦绑架嘛 然后呢 然后如果说刘邦真的是 要 统治这个 这个他建立的国家 他其实就是篡位啦 他篡了吕哲的 天下啦 他要 顺利 篡位他一定要把吕家人的 韩信属于吕家人的韩信 一定要把韩信杀掉嘛 因为韩信就是 跟 跟吕厚他们是亲戚嘛 他是属于吕家人的嘛 所以韩信一定要死嘛 这个才是真相啊 史记 史记司马迁不会告诉你的真相 韩信 韩信到底是怎么死的 因为他是吕家人 所以他就一定要死 但 韩信为什么那么 那么听人家摆布 就是因为吕厚是被绑架的嘛 然后你看吕厚 吕厚跟吕 吕氏家族后来是不是全部被屠杀了 你就知道 刘邦旁边的那些流氓 周伯啦 陈平啦 冠英啦 那些人都是流氓 他们心很手辣 我们甚至可以怀疑 汉惠帝是怎样 吕厚为什么一直不敢 不敢对那些周伯陈平 不敢对他们反抗 甚至史记还还记载的很清楚 那个刘章啊 刘章还当着吕厚的面 杀了吕厚的侄子 吕厚也不敢怎样 跟那个我们看小说说 吕厚 多凶狠 多恶毒 把欺负人做成人质 毒死了刘邦的儿子 怎样完全 完全颠覆你的想象啊 如果吕厚真的 能够杀死刘邦的儿子 能够把欺负人做成人质 那他的史记为什么会记载 吕厚的侄子被刘章当着面 砍头 然后 吕厚还不敢怎样 然后这个刘章还 还因为这样子被家讲 还封了朱虚侯 还封了朱虚侯 刘章杀人 杀了吕厚的侄子还封朱虚侯 你就知道说 吕厚其实有没有掌权 没有 或者说他 他有掌权 他有在治理国家 但是谁一直被 被绑架 吕厚的儿子啊 吕厚跟 跟他的儿子都被绑架 都一直被那些 被周博 陈平 被刘章 被刘兴居 怎样 绑架 完全没有人身自有 但是 大家 从表面上的文献记载 完全看不出来 因为 司马迁不写啊 司马迁不敢写啊 他如果写说 吕厚跟他儿子汉惠帝 其实都被 刘章 刘兴居 陈平周博 绑架 所以 这个其实 地下皇帝就是刘章 或者刘章的哥哥刘湘 真正的地下皇帝是刘湘 但史记没有这样写啊 史记是把 吕厚往死里打 好吧 现在 为什么 为什么 韩信跟 刘邦有那么多 怪异的互动 现在大家已经真相大白了 韩信 根本就不是刘邦的人 他是水的 水的将军 他是吕家的将军 吕家的大元帅 而 刘邦为了要夺取 吕家的天下 最后一定要杀谁 一定要杀 韩信 韩信 然后韩信被杀了 还被怎样 还被污蔑 人格都被污蔑 真的很可怜 女后也是啊 人格都被污蔑 好 谢谢收看 还挺好的 下来 是 都被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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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